高雄中游的林園場傳出有員工確診 根據了解這名員工是屏東人 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搭乘中游的交通車要來上班 但是還沒有進場之前就覺得喉嚨痛 所以他就主動告知說要進行篩檢 沒想到這快篩之下就陽性 送醫之後就確診了 目前根據了解 場內是有一千多名的員工 緊急的要進行快篩的狀況 而目前跟他同車還有同職場的一些員工 目前篩檢都是陰性的 但是詳細原因還要再進行 就是他的一個相關的PCR採檢之後 要確認是陰性之後才會比較放心一點 那目前根據了解 這個三方廠已經進行停留作業 那進行裡面簽名的員工 也要進行相關的PCR採檢 然後釐清他們進一步的相關接觸史 那麼以上是來自高雄的詳細情形 掌握全處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